美國空軍的飛行表演隊雷鳥隊 在拉斯維加斯做了一場特殊的飛行表演 向對抗中共病毒的全國醫護人員致敬 美國空軍的飛行表演隊雷鳥隊 週六下午為拉斯維加斯地區 所有醫院的醫務人員做了一場 特殊的飛行表演 向抗擊中共病毒的醫務人員致敬 25分鐘的飛行表演中 戰機在500到1000英尺的高度 以每小時450英里的速度飛行 戰機之間的距離最近時只有3英尺 這也讓宅在家中的拉斯維加斯山谷的居民 相當受鼓舞 雖然之前要求居民不要離開家看表演 不過還是有很多人驅車去拉斯維加斯的 城市廣場等地方觀看 雷鳥隊在推特上向醫務人員致敬 向我們國家抗擊中共病毒的前線醫護人員 和急救人員致敬 他們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 為美國帶來鼓舞 今天很榮幸能為他們飛行 到目前為止 拉斯維加斯所屬的內華達州 確診2700多例中共病毒病例 其中107人死亡